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距离总统大选剩下一个多月 但是有匿名的网友爆料说 竟然有所谓情质单位的监听资料 被人家放在暗网上高价来出售 数千笔的名单不是只有党政要员 还有驻台的外交人员 退役的将领 这监听的机关 遍及了国安局 调查局 刑事局等等的情质单位 那么事后调查局出来定调说 这些资料的监听格式和官方不符 而且还有检体制 因此基层的调查人员就说了 被监听的对象都会被去识别化 网路上爆料的格式有差异 所以这叫做境外势力制造的假消息 不过其实也有调查官看到了这份资料之后 大惊说感觉真的像是被我们挂线的名单 也有人透露说里面的确有现在正在被监听的对象 所以政府能够保证这些爆料真的只是假消息而已吗 情质单位真的没有机密外流吗 如果资料都是假的 那为什么林耀昌和邱国正的回答却说 这些资料是真真假假呢 李文 第一个怎么可以承认 如果承认的话 那是不是国安局长 法务部长 调查局长都要下台了呢 第一个当然不能承认 那身为活老百姓的我们 也无从去做一个鉴定跟证明 那政府当然第一个先定调 这个是假消息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奇特的现象 在选前三十几天的时候爆发成为一个新闻 然后呢 监听的内容 驻外 在台湾的驻外单位 这如果真的是被我们国家监听的话 那是国际大丑闻 另外监听的是所谓的党政高原 政坛的这一些重要的大咖人士 那这个东西在商业上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可是在政治斗争上面 在选举上面 他这个暗网po这个事情 他的用意何在 居心何在 岂不是令人非常的起很深的移动吗 好 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遭监控 遭监控不是一般的庶民 而是高官 而是重要的国际人士 匿名的网友报 秦制单位的监听资料外泄了 调查局连政署 监听国内多位政要 退役降临 暗网高价出售真控的数据 要卖给谁呢 请问他是要卖给谁呢 好 他拿的是原始资料吗 我如果是犯罪人 所以呢 这个监听就被我拿走了 所以我 秦制单位就没有了我的监听资料吗 不是吧 所以他是要卖给谁呢 他有什么样的商业价值呢 调查局说监听可视与官方不符 还有简体字 有些人虽然涉入了国安案件 但时间序不对 虽然显然是拼凑 而不是骇客入侵 怎么拼凑 自己乱写乱编的吗 你总是要有原始资料 才能够拼凑嘛 时间序虽然不对 但是原始资料内容 难道是正确的吗 这个问题也很大条啊 好 国安人士则说 假贩售为名散布冒尾的资料 与2021年国安局 遭假账号指控不法监听 如出一策 唯一不同的就是 这一次假讯息的操作 短时间之内便有特定媒体 为求证及迅速报导 让不实资讯得以 穿上新闻的外衣 好 连媒体也通通要 把他纳进去 扣一个帽子哦 看到没有 好 林又昌则说 最高检察署 已经在侦办中了 认知作战 三分针七分假 是七分针三分假 还是三分针七分假呢 但是 表示连林又昌都承认 里头有真的东西嘛 并不是全部都做假的嘛 那做假的是哪一些呢 是像刚刚调查局做的 只是时间序而已吗 那显然并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监听的内容嘛 好 正值大选期间林又昌说 任何讯息人民应该要审慎思辨 不要受影响 的确 尤其不可以受官方的影响 的确大家应该要审慎思辨 到底谁在戒选 老中 老美 还是国家机器呢 赖世宝说 大选剩三十几天 这是在为了选举在炒作吗 因为连调查官都说 感觉真的很像被挂线的名单呢 好 如果名单不实 但格式相符 是否代表资料已经外泄 然后呢 有心人士再稍微给他假造一下 国家的情资 若出现外泄的话 台湾资安将成为大笑话 这是政府失灵啊 不要只是说认知作战而已嘛 政府要向大众交代 我们的资安本来就是个笑话 我们的资安本来就问题重重 唐凤从来都顾左右而言 他每次被问 好像跟他无关一样 我们出现这么多大批 我们的个资外泄 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动要怎么补起来 如何防范 而是不断地出现民众各资外泄的重大资安破洞的问题 好了 现在不是我们一般民众的资安外泄而已 大家都知道嘛 买卖资安 这个东西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为什么驻外人士 就驻台的人士 驻台的国外人士 跟我们的高官政要将领被监听的资料 也会拿出来兜售呢 那如果是假的 他的意图又何在呢 好 我们看 所以呢 调查官也讲啊 调查局电脑内外网 有实体的隔离 外流的几率很低 但资料是真实的 我当然相信调查局一定有 最基本的这些应该要有的安全措施嘛 不然你这个调查局变成是怎么样 大家共同全民共欣赏啊 但是他说了 资料是真实的 上面还有正在侦办的案件耶 这不是很严重吗 而且他说有太多同事的名字了 不太可能是伪造的 好 正因为外流的几率低 外流几率当然低啊 就是因为外流的几率极低 他还是外流了嘛 所以 国安单位 调查局单位 出现了重大的破口吗 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如此的拿出来 所谓的要兜售 而是要告诉大家说 资料我已经拿到了吗 到底想做什么 在选前三十几天 这么敏感的时机 是真的有人在戒选吗 所以了 民进党政府 不要每次什么事情就说 都是阿公阿姨 没有啦 都是老公啦 都不查证 不追查 太偷懒 太便宜行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应该要查清楚 说明白 不过我们看到网友就爆料说 这情治单位根本在监听政要 也引发不少人的恐慌 这算不算是国安的危机吗 好 国安人士就出来讲话了 他说有人透过了匿名的账号 假借贩售之名 其实是要来行这个散布个资 散布假资料之时啊 手法呢 就跟2021年 当时国安局也被假账号指控 他非法监听 手法如出一策 唯一呢 跟2021年那一次不同的地方 有地方不同了 这个国安人士说是 这一次的假讯息操作呢 在极短的时间就被特定的媒体 在没有求证情况之下 已经迅速的报道了 让假消息穿上了新闻的外衣 在百姓之间来流传啊 说穿了 这国安人士难道是在影射说 媒体现在是假消息的在地协作者吗 好 既然政府觉得这些全部都是认知作战 通通都是假消息在危害台湾 过去我们的各位陈建仁说啊 查不到的境外网络账号 最后不是都侦破了吗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2021的案件 可以当成前例来参考 检调不赶紧 比较来办理把真凶给揪出来吗 志祥怎么看 其实里面最值得参考的说法就是 林又昌内政部长 他说三分针七分甲 那大概就是七分针三分甲 他的话就是指标啦 好 没关系 我相信三分针七分甲 三分针针在哪里 给我交代出来 三分针也很严重啦 更何况内政部说谎不是第一次啊 各位都已经忘了吗 我们之前两千三百万人的个资被外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内政部第一时间说否认哦 没有这回事哦 法院判决出来 法院认证台湾两千三百万的个资被外泄 可是内政部当时是说什么 没有啊 没这回事啊 所以我们民进党的话哦 基本上你听听就好 反着听还刚刚好 更何况民进党 这种所谓践踏民主 用国家资源 来去掌握甚至压迫 这个在野人士 斑斑可考 我再讲第二个例子 抱歉大家记得吗 中天被关之前 总统府有密件流出来 记得这件事吗 嘿 抱歉啊 虽然总统府否认这个密件 对不对 然后检察官最后也不牵截 不扮这个密件对不对 请问各位 所有脚本是不是按照密件走啊 中天最后被关的脚本 是不是按照密件走啊 里面设定了陈耀祥的角色 他有没有如直 尽责 诚实地按照这个密件里面 版本在走啊 完全是密件版本里面照走 而且更可恶的是 更可怕的是 密件都出来了 他一样照演啊 照样按照密件演啊 然后跟你讲 那密件是假的啊 他做得出来啊 我再讲第三个 我刚刚在前一台 他们说里面也有我啦 监听的也有我啦 我不意外啦 我如果没被监听 对不对 也太瞧不起罗志强了 谢谢你啦 把我列在名单上 感谢你啦 那你会想要去买吗 我有一点想去看看 听说买2300万的 个资是15万可以买得到 这么便宜啊 法院判的啊 那我不知道买这个 我被监听的时候 要花多少钱买 我跟各位讲 监听我们监视我们 早就有了啦 国家机器弄 我也不是第一次 还记不记得 国家机器监察院 有一次查我的政治现金 说我违法 违法收受政治现金 306元 没听错 306元 不是306万 说我犯法 还呛要罚我 6万到120万 那你知道第一时间 我差点要认错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查我 在2018竞选议员 第8000笔小额捐款 因为500 100什么1000的很多啦 8000笔小额捐款 他查到这笔306元 我认为说可能是我 真的是有人填错资料嘛 就不小心嘛 结果最后 我行文到台北市民证据 民证据跟我讲说 完全合法 根本就是造假 在罗治罪名 所以跟各位讲 他说没有啊 就是有啦 调查局说 这一次的监听资料 外泄事件呢 就是纯粹的假消息 是认知作战 但是林又昌却说 这些资料 三分真 七分假 四真 四假 只有记者呢 就去拿这个暗网的名单 向办案人员来求证 但对方看到资料之后 很惊讶 说哎呀 有些是我们正在监听的案子 甚至还有调查官认为 这个资料恐怕是真实的 因为上面有太多 他的同事的名字在上面 而且呢 这个还有他们正在侦办中的案件 研判不太可能是未造的 呼吁应该要来尽快厘清 这资料到底从何而来 这次传言出被监听的对象 包括了还有这个政党的人士 那么张浩康就批评了 说犯罪的人才需要被监听吧 为什么要来监听党政要员呢 难道是白色恐怖又复辟了吗 林涛怎么看 基本上是绿色恐怖啦 可是我觉得刚才强哥他还客气了 他说三分假七分真 我认为全部都是真的 我认为十分真啦 不是因为我们昨天晚上 接到这个讯息是很震惊的 这些手机 后来我们比对 就我们认识的人比对 不认识你没办法比对 我们认识的人比对都真的啦 那你就是真的嘛 你这些明代横跨新北市的议员 横跨这些各县市的议员 手机对起来就是真的啦 所以我觉得今天喔 现在这个SOP法务部的调查局 对外第一次的新闻稿 对外直接讲说 这是典型的境外势力 我说你这就叫典型的新闻稿 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说明嘛 里面就是真的嘛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造成大家一个寒蟬效应 大家都在看啦 说真的啦 已经不怕了啦 经过这么多年 大家都想为什么我没在里面 大家想说为什么我没在里面 你又没在里面 没有去检讨 我们这几个月也有作战好不好 这个陈吉仲我们超市也有贡献啊 云豹我们也贡献 为什么我们在里面 好我们自己检讨 那你可以看到假设这一份 看起来高比例是真 那真的很惊悚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第一名 是民进党的蔡其昌 那基本上有可能涉及 民进党的政治内斗 过去不再讲台湾 这个民进党的部门局立委 斗了很凶吗 你这个一下出包 赵天宁的事情为什么会爆出来 就是派系的内斗嘛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民进党 自己这个民进党政府当家 还要查民党派系内斗 第二个国民党被列入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啦 因为本来的政敌嘛 就是今天你的政治策略 要干嘛 他掌握你的 可是有一个项目 大家有没有注意 外管 国际的笑话 这个颜面挂不住 你要侦查 你也不要让这个流出来 好不好 真的很难看 那再来我要讲 林又昌讲认知作战 我说真的 民众都想知道真实的情况 因为现在的诈骗率新高 那我们在想说 那速发部的唐凤 你要不要出来查一下 IP现在跳板都可以查 暗网我们的这个唐凤 也很厉害都可以查 所以基本上 我们希望政府赶快出来讲 不要让外界真的证实 你们就是民主独裁 一党独大 绿色恐怖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